专门收容身心障碍者的花蕾黎明教养院 从今年5月疫情爆发之后 收到捐款金额已经减少一半以上 没想到在这个艰难时刻 还有诈骗集团骇客入侵捐款平台 冒充教养院人员打电话给捐款人 利用各种名义行骗超过了300万元 让不少捐款人失去的信任 决定要停止捐款 而这个局面也让教养院的经营 可以说是血上加霜 防疫期间白夜萧条也连带影响到民众的捐款意愿 从今年5月开始 花蕾黎明教养院所接收到的捐款金额 就已经是比以往同期少了一半以上 但没想到在这种艰难时刻 却还有诈骗集团把目标对准了社福机构 骇客入侵线上捐款平台窃取各支 对长期捐款人进行诈骗 就跟我说因为黎明教养院的这个 执行工程师不小心把这两千块打成是定额的五千 每个月都要捐五千 所以他就问我说可不可以捐五千每个月 那我跟他说可能没办法 我不定时捐就好 然后他就说他要取消这一笔授权 所以他就要我给他当初我刷卡的这个银行的客服电话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你是黎明教养院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刷哪一张卡捐款呢 我们在8月19号开始就陆陆续续有 捐款人打电话来我们公事部 那基本上是告知我们说 他有接到诈骗的电话 名义就是用教养院的名义说 我们比如说他谎称自己是我们的财务 张小姐希望系统要变更 所以希望他配合做什么操作 那陆陆续续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八九点 这个诈骗电话都一直一直持续在进行 目前我们汇集起来大概有八十几通 机构招户成本将近有五成需要仰赖各界捐款 诈骗集团还称人之为 利用捐款者的爱心进行诈骗 心境相当恶劣 教养院也随即在脸书官网上贴出紧急公告 呼吁捐款人不要上当 因为我们在五月份 其实已经是我们黎明的捐款的最低潮 那也相信各位有看到我们的报道 所以我们在隔月的时候 有稍微稍微起来一点点我们的捐款 可是因为这次的诈骗 真的在那一天陆陆续续的捐款人 基本上我们也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 可是我们也知道是说 他们面临到这样的状况 那个信任度安全度其实都已经降低了 所以也有告知我们就是 接下来他的长期捐款会停止 所以这样子对我们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损失 全国的两百多家的这个爱心捐款机构 用了相同的免费的这个爱心捐款系统 大概有被 骇客入侵IP 大概是境外IP 来窃取各支诈骗这些捐款 捐款者 那我们也同时也请黎明教育院立即 发送这个相关的反诈骗资讯 简讯给他们的捐款者 那我们也携请了刑事局来共同侦办 目前已知全台共有六人受害 其中被骗最多的高达两百六十一万元 其他被害者加总起来 诈骗金额是超过了三百万元 让不少捐款人失去信任 决定要先停止捐款 而这种局面也让教养院的经营 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记者徐立琴 话电视报导 谢谢大家